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的4月10号星期六 现在闹出丑闻来了 说拜登现在私下里在考虑要继续修建美墨的编定墙 怎么回事呢 说是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 说是马约卡斯 搞出来的这个 是华盛顿时报报道 是他们拿到了移民及海关执法局的一个会议记录 在这个会议记录上 马约卡斯就是孤单军部的部长 与该局的其他的高官们一起开会的时候 他说拜登正在考虑继续修建美墨边境墙 堵住既有边境墙的一些缺口以应对移民危机 他说虽然拜登已经取消了边境紧急状态 且暂停国防部的建墙的预算 但仍有完成部分边境墙缺口的决策的空间 可能要重启已经停工的一些边境墙的一些建设 马约卡斯说 国土安全部的部长说 他说监督边境墙建筑的联邦海关与边境保护局 已经向上面提交了一份可能落实的计划 当然也是受到上面的要求 如果是停工的话 那就没有必要再提这计划了 肯定上面有要求 他们提交了一份 就是可以实现的一个计划 马约卡斯说拜登虽然已经明确的向外界表达了他的决定 说启动国防部的建墙预算的紧急状态已经结束 但边境墙所在地的一些政府还有空间来做决定 尤其是需要整修的一些边境墙 包括一些缺口 一些闸门 一些边境墙完工 但科技设备上面安装的部分 为什么说这个丑闻是这样 拜登上任的第一天1月20号第一天当天就签署了一份行政命令 要结束川普建边境墙 就绝对不能建 而且拜登的誓言不会再多建一尺的墙 一尺都不建了 在1月20号旧日典礼的时候就宣布美墨边境的边境墙全面停工 所以如果华盛顿时报报道了 如果是真实的话 这就是一个丑闻了 因为拜登已经承诺了绝对不会再建了 当然国防新部长也说了 就是说肯定我们不再多建 但是在原先的基础之上 我们可以维修 以维修 养护 完善 以这个为理由 为借口 然后再稍微再建一点 为什么这样 因为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美墨边境已经成了一个人道主义的灾难 真的已经成了一个人道主义的灾难了 华盛顿邮报报道 说联邦海关以边境保护级三月 就上个月在美墨边境拘捕了超过17万一千名非法移民 我们原先说就是说1月2月的时候就来了差不多10万 结果3月份的时候 一个月 一个月 这是而且是海关边境保护局抓捕了的 是17万一千 你在想那些进来了之后 没人抓 一看到我走吧 我就马上瞎窜的那些 还有多少 你没抓着的 你想你不是百分之百抓着了 对不对 还有没抓着的 光抓着了的 就抓了17万一千 一个月 一个月 你明白什么概念吗 那一年是多 一年要100多万 你知道吧 创下15年来的最高 其中包括有18800名 没有家长管的这种少年和儿童移民 远远超出了联邦政府的安置和照顾能力 德特萨斯州州长阿伯特要求 现在马上要求拜登关闭位于德州圣安东尼奥的一处非法移民中心 原因是他有绝对可靠的报道和情报 就是说在移民中心存在针对未成年儿童的性侵和虐待 搞得就跟集中营是一样的 你知道吗 在难民集中营里面乱成一锅粥 乱成一锅粥 德州队长阿伯特在发布会上说 他说他收到举报 说圣安东尼奥 圣安东尼奥是弗里曼体育馆非法移民居留中心内 有儿童受到性侵 而且居留中心内人满为患 伙食供应短缺 人员配备严重不足 大量的新冠病毒检测成阳性的儿童和未感染的儿童和成人之间 没有任何的隔离或者保护措施 完全就简直 就是说有一个检测阳性 行知道了 你阳性了 来回去吧 然后那一堆人 就回去了 你知道吗 这不是在在干什么 这站 对不对 阿伯特说 说拜登政府对相关 对这种相关的 对这鼓励纵容美墨边境这种非法移民越境的这种政策 导致了人道主义的灾难后果 缺乏预判和应对策略 导致美墨边境成为了未成年非法移民的噩梦 华盛顿邮报8日8号 4月8号报道 说根据美国政府的数据分析 拜登政府每一周要花费至少6000万美元来安置 这些超过1.6万名的这些未成年的这种非法移民的青少年和儿童 这些费用预计将在未来几个月还要再大幅上升 因为现在人数在逐级的在往上涨 要照顾一个未成年人的费用约为每天的290美元 这些人进来之后 简直就不知道 不知道美国政府在 不知道拜登在干什么 知道吗 真的是不知道拜登在干什么 说拜登政府已经先后在美国边境建了10个大型的难民营和集中营了 这就把美国边境变成新疆 是吗 就是说习近平是在搞种族灭绝 你他妈在搞什么 你这不是集中营吗 你这不是难民营吗 你建了这么多东西 你是要干什么 把这帮人搁在一起 就让他们互相祸祸 是吗 互相伤害 互相祸祸 互相传染新冠 我不知道拜登到底在干什么 这是一个人道主义在那 而这个完完全全 就是要搁在拜登的身上 这是他的责任 不能这么搞 这么搞对这些人不负责任 对美国国家不负责任 对生活在美国的所有的美国公民 都是一种伤害和不负责任 当然了 现在在这种情况之下 现在也闹出仇的来了 就是拜登也发现了 这么搞也不行 就是说当然了 拜登也好 白左也好 他们就是喊口号 对不对 真的来搞了之后 他不方便拒绝 因为口号都喊完了 但是现在弄成这样之后 他们也害怕了 他们也明白 这者祸 这要下去受得了吗 对不对 你现在明明二场记载的 美国现在就是说 现有的1100万费亚移民 这么搞下去 一年不到 上任一年到明年的时候 就要1200万了 而且这个速度 在往上倍增 刚开始头一两个月 是我们说来了10万 结果第三个月就是17万 那下个月多少 25万 再下个月35万 那100万打得住吗 那考不考 到夏天就100万了 到年底可能就200万 你有那么大的地方吗 你要来多少 你要把整个南美洲的 中南美洲的人都过来吗 我不知道 拜登在搞什么 但是现在很明显 拜登也着急了 也开始了想办法 就是说 他当时承诺了 这个墙不建了 但是现在发现 卧槽 还是川普是对的 这墙还得建 但是我不能说建墙 我换一种说法 我说我要维护这个墙 我维修 然后把那些 之前已经建了的 还没有完全建完了 把它建好 堵一些缺口和漏洞 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这个口现在太大了 每天进人太多 我实在受不了 我要把口缩小一点 然后每天再进几个 这样的对外说 我是欢迎非法移民的 因为民主党 拜登他们上任 就说我非法移民 我要打开美国国民 允许这些难民 这些非法移民进来 对不对 这是他的政策 对不对 所以一帮傻逼老百姓 才会选他们 我不知道这帮老百姓 是怎么想的 我是真的不明白 一般来讲 就是我们一听 打开国民 大量的迎接非法移民 这不能选 这总统是疯子 对不对 但是有傻子投疯子 对不对 你说一帮傻子 投票也给一帮疯子 你说这受不了 但是由于他 这是他的政治承诺 你说要完全堵上 完全不要了 这个也不行 但是这种速度 他也明白 这种速度 是不能够长辞一往 产兹一往 亡党亡国 这是不可能的 对不对 所以他一看 就没办法海底的学川普 但是为什么说 是丑闻在这 就是说天天骂川普 修边境墙 怎么能修墙 最后上来的 没有 这才刚几个月 对不对 还不到三个月了吧 对不对 1月20号上来的 现在还不到三十 还不到三个月了 就发现川普说的对 还是得怕建墙 人不建墙 这不行 还得建 但是 当然 所以被报道出来 热后脑墙 他压力就很大 怎么去解决 怎么去处理 怎么能够玩一些文字游戏 最后既把这墙建了 又不说我建的墙 这个就要靠他们的聪明才智 去思考了 但是很显然的一点 就是现在所有人都意识到了这一点 就是说像现在这样 每个月十几万 每个月十几万的话 谁都守不了 真想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